精选话题就要来看看 英国出现了这个新的变种病毒 让全球拉紧爆 学上加双的是 英国的卫生大臣韩考课 他又证实了 境内发现了第二种 更具有传染性的变种病毒 而且感染的这两个人 都曾经去过南非 英国多佛港天刚亮 已经受惠两夜的货运司机 开始失去耐心 冲着警方叫嚣 这一趟群司机 等着返回欧洲 却因为疫情封锁的因素 被迫滞留边境 人有三级连厕所都没得上 让数千名司机情绪失控 比原始病毒株传染力高出 百分之七十的英国新变种病毒 迫使法国政府暂时关闭边境 受惠司机火大的 不单单是不人道对待 封锁连接欧陆英法海底隧道 等于砍断英国重要物资的运输路线 让英国沦为真正的孤岛 雪上加霜的是 英国出现第二种变异病毒株 传染力更强大 而这两起病例都曾去过南非 英国政府现在也对南非 发出旅游限制 回到多佛港 官方现在允许过去七十二个小时 病毒采验呈现阴性的货车离开 但是看看空拍景象 有四千多辆货车塞满港口区 要花上好几天才可能完成筛检 说过院九越不卫生 传染的风险越大 对司机还有警方而言都是一大考验 毕竟所有人都在期待 能赶在耶诞前回到家和家人团聚 正在新冠疫情还是肆虐同时 英国跟非洲都爆出了 这个变种病毒跟可怕的病毒 现在这个战役是造成全球大乱了 我们就从南非的部分开始看起 这个英国出现了这个变种病毒 说了两个人是来自南非的 但是南非呢 其实最近又发生另外一种 这个可怕的不明的X疾病 南非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出了 这个不明的疾病叫做X疾病 主要是一个女子出现了有血热症状 原本以为呢 她是感染了伊波拉病毒 但是后来检测发现 似乎不是伊波拉 而是一种非常不明的 叫做D6X的疾病 这种病的死亡率高达50%到90%左右 而这名女子就成为了X疾病的零号病患 她目前受到了非常严密的监控 而南非呢刚刚讲到了 也出现了新的变种病毒 称之为什么呢 称之为501V2 在当地引爆了第二波的一个疫情 南非其实从12月初 每天这个不到3000例确诊 到昨天来看看 一天确诊的数字增加了 9500个这个确诊数字 那么英国现在已经对南非 发出旅游禁令了 呼吁有两个曾经到这个南非旅游史的人 必须要自我隔离 也就是刚刚在新闻当中看到的 这两个曾经去南非玩过的 英国希望他们自我隔离 而英国的卫生大臣 韩考克他就说了 他说这种新形态的变种病毒 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因为它比新冠肺炎的病毒传染力 更强 更具有传染性 而且更快的 他说比英国之前发现的变种病毒 是有更进一步的突变 那么目前包括了 英国 德国 还有瑞士 土耳其 以色列跟摩里西斯等等 都对南非已经发出了 南非的旅游禁令了 那么同样的我们来掌握一下 今天各国的一个最新的疫情 目前在肺炎方面 新冠疫情方面 确诊全球超过了7900万人 而在死亡病例上面 死亡超过了173万6000人 而在各国的变化方面 美国前几天出现了一天 大概15多万人的增加数字 今天看起来美国的人数又暴增了 一天增加了多少呢 20万3000个病例 英国的部分呢 其实英国一天增加了也是蛮多的 39000个病例 巴西一天增加了46000个病例数字 而在印度方面 24000个增加病例 俄罗斯增加了27000个 法国一天也增加了14000个病例 那么在病毒蔓延的时候呢 常常会有些比较夸大的讯息 很多民众看到了之后 必须要自己稍微过滤一下的 比如说好了 像是这个专门卖女性的运动服饰品牌 它是来自澳洲的品牌 Loreena Jeans Loreena Jeans呢 在台湾也有分店 那之前她在广告当中就说到了 她们的服饰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材质 加进去之后 可以抵抗病毒 而且有效避免武汉肺炎的传播 好 这样的广告 真的根本就是夸大的 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这家厂商被澳洲政府已经罚款了四万美金 相当于是新台币一百一十五万元的罚款了 好 另外来看看在美国总统大选的部分呢 川普任其倒数了 但是还是坚持不认输 而且迁怒到周边的官员 连副总统彭斯也成为他的出气筒 再过不到一个月就要变成美国前总统 川普就算千百个不愿意 也没忘了敢在卸任前 行使他身为总统的最后一点权力 一口气宣布特赦十五名亲信 这波耶旦节前的大特赦 除了有涉通俄门的川普前竞选团队成员 还包括三名效忠川普的前共和党议员 以及四名替美国合约商黑水公司工作 在巴格达枪击案中被定罪的相关人员 就算特赦亲信心中人得不到平静 因为川普想到败选就满肚子火 美国网络媒体Axios 称他把气出到官员身上 连副总统彭斯也被嫌努力不够 成了出气筒 企图刷存在感 川普要求自己人占到最后 还拒绝国会提出的纾困法案 称每个美国公民只拿六百美元少到离谱 应该加码成每人两千美元 不放弃翻盘机会 川普在所剩无几的白宫岁月里 想尽办法替自己取暖 下来新闻问不到 美国现在跟俄罗斯还有跟中国两边的关系 都闹得非常僵 那么接下来新的总统拜登上任之后 跟俄罗斯的关系有没有可能变比较好 我们等一下都来探讨一下 有专家就说了 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可能好不到哪里去了 而另外川普在最后这个任期 他在努力什么呢 在拼的是法案 他不是拼他们通过 他是拼的是否决 我们来看看最近美国的参众两院 超过了有26个议员都提出了决议案 也就是呼吁美国跟台湾要洽签FTA 也就是这个FTA是希望两边的贸易协商 是更加密切的 也就是希望美国跟台湾 有更加密切的贸易往来 而这份决议案就指出 美国目前是台湾第二大的贸易伙伴 而台湾是美国第十大货物贸易伙伴 同时也是美国第十一大 这个整体贸易的伙伴之一 那么双边的货物贸易额是来到了多少呢 2010年的时候是来到620亿美金 2019年的时候 双方贸易额是来到了860亿美金 9年的时间是成长了大概多少 至少有25%以上的成长 这个最新的决议案认为说 美国台湾如果贸易来往更密切的话 可能美国会有更多的商品 会进来台湾市场 这个对美国现在的经济成长是有帮助的 不过之前我们看看美国的参众两院 压倒性的也通过了这项法案 叫做2021年的国防授权法 这项国防授权法呢 主要还包含了有这个台湾关系法 以及六大保证等等 还有太平洋威慑倡议 但是呢这个总金额是高达新台币有21兆的哦 这项法案呢遭到了川普的否决了 川普认为说这个法案当中好像缺少了一样东西 少了一些国家重要的安全政策 所以他认为说这项法案尽管有一些是他同意的 但是有一些部分呢 因为缺少了国安条件嘛 如果真的通过的话 将会是送给中国跟俄罗斯的一个大礼物 所以他目前呢是觉得这个东西是不能通过的 他认为这跟目前美国所着重的国家安全完全抵触 因此这项法案他退回众议院要重新的来表决 而另外也针对一些网络的正当性呢 目前美国有一项法案叫做通讯端正法 也就是你看到的这个通讯端正法第230条这个法案 其实这项法案川普是非常非常不喜欢的 因为这项法案呢 他名为通讯端正法 主要就是要确保在推特上面不能传播一些假消息嘛 那川普呢之前很多次在推特上面推文 都被挡下来被封锁了 就是因为这一条法案的关系 所以通讯端正法230条 川普认为这个法案反而他找了一个其他的理由 他说这个法案反而是促进网络传播更多外国的假消息 因为不断的封锁他的消息 他当然不开心啊 所以他希望这项法案也要退回众议院去重新表决 但是川普不喜欢这两个法案退回去表决有用吗 美国的立法有个规定的 如果法案被总统退回去的话 不管是参众两院呢 只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赞成 总统的否决会是无效的哦 那么之前国防授权法的部分来看一下 在这个参众两院的比例 众议院的表决是在12月8号进行的 当时赞成的票数是335票反对票是78票 这看起来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二同意了 那么在12月11号的时候参议院的表决呢 这个时候参议院的部分赞成84票反对13票 所以参议院跟众议院两边都超过了三分之二 都过了这个门槛 所以啦就算总统有否决权 国会重新表决 只要超过这个门槛 还是能够推翻总统的 而另外我们刚刚讲到的 来看一下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其实现在处得也非常不好 美国等到拜登上任之后 美俄关系到底会不会改善 俄罗斯的一个外交部副部长 他说话了 他的名字叫做雷亚布可夫 他就说了 他说呢 拜登政府有很多成员都有恐恶症 就是很惧怕俄罗斯的这个政逃 他说向我们的国家丢尼巴 来获得专业的成功 还有事业成功 他说如果要期待这些人 会为我们的俄罗斯带来任何好处 这是一项非常奇怪的事情 换句话说 他不觉得拜登上任之后 美俄关系会改善 而且他特别强调了 他说如果美国以战略对手的方式 来对待俄罗斯的话 没关系 我们俄罗斯也会用同样类似的方式 来回敬你美国的 所以不管新总统拜登上任之后 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 当然现在国际专家们 在比较关注到的事情 美国跟中国关系也不好 美国跟俄罗斯关系也不好 那有没有可能接下来会促成 反正跟美国的关系都不好吗 那中国跟俄罗斯 干脆这两个国家就结盟起来 建立一个新的军事同盟 有外媒还特辞比较 一旦中俄两国的军事能力加走 也不会输给美国的 中俄军事关系随着演习 乐曲频繁 两国军队也更为紧密 两国携手捍卫二战胜利成果 在反干涉 反雾名化斗争中 坚定相互支持 特别是在2019年6月 中国和俄罗斯 身为世界两大超级强权 双方正式宣布建立新时期战略伙伴关系之后 亲密度大幅度提升 然而就在这同一时期 中俄两国却要和全球第一大强权的美国 关系正在持续恶化 美国和中俄两国在军事上不断出现摩擦 专家指出在美方军事施压之下 空会促使中国和俄罗斯 建立正式的军事同盟 现实两国加起来的军力 很可能让美军绷紧神经 美国总统川普总是信息满满 但尽管美国军事能力 个别领先中俄两国 却在某些领域上 中俄一旦相加 美国似乎只能靠边站 俄罗斯总统普丁可非自吹自擂 因为若从核武来看 根据外媒指出 俄罗斯拥有6,375件核武器 中国被认为则是拥有290件核武 两国家总为6,665件 比美国核武总数多了865件 至于论军队人数 中国和俄罗斯加起来 大约320万人 美国则只有140万人 而若端看两军的坦克和军舰数量 加起来 则是美国的三倍之多 不过美军也并非全处弱势 拥有一艘航母 等同在该海域拥有制霸权 美国一共有11艘 俄罗斯仅一艘 中国只有两艘 即便在把中国还在建造两艘纳入 也还不到美国的二分之一 另外美国的军机 一共13000多架 比中俄两国加总的7300多架 还要多近一倍 除此之外 若摊开军费预算来看 美国2020年度为6490亿美元 仍然大胜中国2500亿美元 和俄罗斯614美元的总和 专家分析 即便部分军事数字 美国至今仍占优势 但绝不能低估中俄军力 尤其中国的经济优势 加上俄罗斯带来的战略防针 中俄军队拥有互补特性 因此专家强调 美国若一再和中俄持续交恶 一旦军事撒枪走火 美国恐怕也讨不到便宜 再来些文章吧